毁灭之刃最新票房记录更新 有官方推特发布的数据 去长版上映39天里观影人数达到1939万7589人 票房收入259亿1704万3800日元 天气逐渐变冷 连日有很多人来电影院 真的非常感谢 季节变换之际 请保重身体 而这个259亿的数据 已经成为了日本电影票房史上的第三名 日本本土电影票房史上的第二名 在鬼灭之刃前面只剩下 宫崎骏308亿千语千询 他已经超越了新海城250亿的名字 连诚哥都没能超越的日本动画大师作品 鬼灭即将做到 诚哥会不会感到难受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诚哥怎么会回应这种无聊问题 但是他真的在推特发表了自己的感受仪 已经笑 虽然觉得很不甘心 记录经常被覆盖也是娱乐所拥有的健全性 我至少每天都会尽力而为 以便我能拍一部好电影 诚哥这回应有点苦笑的感觉 面对被超越的票房成绩 众多网友与媒体都在讨论 连他自己也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也是关心漫天的鬼灭之刃消息 不过 此前作为大师的 宫崎俊也被媒体采访 虽然他有点不乐意 但他还是回应了自己并不关心也不看鬼灭之刃 我觉得这和我没关系 不管票房成绩如何 还是不要太在意比较好 制作现场和平就好 大家努力制作就好了 日本动画业界的新旧的老奥作品被比较是在所难免 他们则做出不同态度的回应 毕竟宫崎俊老了 还想以及参与制作动画已经非常竭尽所能 无暇顾及其他无关重要的事情 而诚哥还年轻 至今的作品虽然有不少风靡全球 但依然没能超越宫崎俊 当然心里会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只不过这个小目标被鬼灭之刃截足先登了 也只好苦笑一下吧 前面业界的老奥在讨论鬼灭之刃 后面日本网友则在讨论关乎自己生命安全的话题 新冠疫情增长非常厉害 已经成为第三波疫情 这跟鬼灭之刃有何关系呢 有网友制作了一张简单的数据图 其实就包含了几种类型的时间 外出旅行 外出餐饮 鬼灭之刃上映 入境限制放宽 我们可以看到从9月到现在 日本没有限制人外出旅行 所以这个时间点基本可以忽略 外出餐饮限制10月前就解除了 但是这两个时间点根本没有大幅度提升每天新增病例 而在鬼灭之刃上映之后到入境限制放宽前 每日新增病例稍微有上升的趋势 入境限制放宽后就增长迅速了 看来这波不应该是鬼灭剧场版来背吧 另外该网友还提供近两个月的东京每日最高气温图 目前来看 平均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 气温不算很低 应该不至于让病毒十分活跃与传播力增加 该网友是想通过图表告诉大家 虽然鬼灭之刃剧场版的上映被许多人热议是助长疫情恶化的元凶 但是通过几张简单图表来看不一定是鬼灭的波 还有可能是其他放宽措施导致 所以他想询问大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有网友是反对去看鬼灭剧场版增长病例的说法 因为影院都做好防控措施 都需要戴口罩量提温 座位也有安全距离间隔 虽然不能说影院是绝对安全 但是比外面不戴口罩到处逛更安全些 但也有网友之源就是去鬼灭剧场版的人导致病例增长 别以为把入境限制放宽放在增长期上坡 就能说明与去看鬼灭剧场版无关 因为病毒有潜伏时间 所以推算一下时间 去看鬼灭剧场版的这段时间嫌疑依然非常大 结果他们说来说去 都是围绕鬼灭之刃上映是否有罪来讨论 话说这锅也应该是影院仙来背 怎么会是鬼灭来背呢